这一队的基本情况 请看 当初你因为我任性 所以才跟我分手的 那咱们复合以后 我觉得我已经改了很多了 为什么你对我 还是这么冷漠呢 你现在变得很情绪化 动不动就哭 你这样真的把我也 搞得很压抑 为什么你对前任的好 到我这儿全都没了 我不是说非要 跟前任去比较 只是说我心里面 真的过不去这道坎 难道我们就真的 再也回不去了吗 女生到底对男生 有怎样的要求呢 在这个分合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呢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小杰22岁来自四川 传媒 小雪22岁来自四川 运营 欢迎老魏 好 主持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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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男朋友 还是前男友 既是我的前男友 也是我的现男友 那我就直接问了吧 怎么就从男友 变成了前男友的呢 然后怎么又从前男友 变成了现男友 咱们从哪个节点开始说 这个我来说吧 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她太作了 我们就选择了分手 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嘛 她就要求我 每天24小时 都必须得陪着她 夸张到了一种 怎样的地步啊 回消息呢 晚了一分钟 她又生气了 而且生气 根本就哄不好 也没有呀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刚在一起嘛 我就想着说 甜蜜期还没过 我就希望她能够 多陪陪我嘛 再说了 我觉得她多陪我一下 也没什么吧 后来有一次 是我们在一起的 第一个520 我背着她买了一个蛋糕 想给她一个惊喜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在郊区 离那个我给她订蛋糕的地方 还是比较远 我就叫我朋友 坐顺风车给我送过来 但是因为我朋友 她妈妈突然住院了 她必须过去 最后这个蛋糕 就没有送到她的手里面 她就生气了 那我肯定会生气啊 因为我觉得 那是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第一个520 我觉得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一个日子 你说你准备了一个蛋糕 我觉得行 但是最后蛋糕呢 蛋糕送到我手上了吗 那没有送到我手上呀 那蛋糕 我是提前10天就给你准备了 我还不够有心吗 是我朋友她妈妈突然住院了 她住院了 我突发情况 那是我可以控制的吗 对 突发情况可以理解 那我们做事总得要有计划吧 那你第一个计划失败了 你没有计划B吗 那只能说明 你对我不够用心啊 是 是 是 所以我就想听 蛋糕没到手里 又没有B计划 发生了什么 就我们当时是在外面吃饭嘛 就吃完饭了 又出来了 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好蛋糕 没有送过来可以 那你能不能有别的 补救方法呢 她一直跟我吵 你知道最后吵到什么样子吗 吵到后面 我们当时是在外面商业间嘛 我们俩吃饭 她追出来 我还在跟她说嘛 她拉我 然后我就不停 她最后就直接一把 把我推倒在地上 就当时那么多人 我觉得这儿我得澄清一下 我根本不是推她 是因为她当时 整个人都已经疯狂了 特别情绪化 她说话你知道吗 你用手指着我的脑门说话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 已经失控了 我只是想让她冷静一下 就轻轻地推了她一下 你们俩倒是激情十足啊 回忆起那个520 还是风雨交加的 因为我觉得那是 第一个520嘛 我觉得意义不一样 然后呢 就因为这个分的手吧 还有 这个还没分 还没有分 就因为一个什么事呢 也是一个小事情 特别作 我就和她吵起来了 她情绪又上头了 她直接一脚 把我踢进了医院 不是哪有那么夸张呀 我都轻轻踢了一下 而且再说了 最开始的时候 是你先推我的呀 那我不是应急反应吗 她直接一脚 把我踢进去了医院 踢哪能踢得医院去 你那么脆弱 因为她是学过跆拳道的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她学过跆拳道 她一脚直接踢到 我的胸口的这个位置 我直接整个人 就踢下去了 在那捂着胸口疼 对 我是学过跆拳道 那我学过跆拳道 我知道我自己的力度轻重 对吧 而且她是我男朋友 我可能就真的身高十七了 我就踢了一下 她当时可好 你知道吗 我踢完了之后 她直接给我倒地上 好 我当时就吓得不得了 去医院我们 招完那个胸部CT之后 结果出来之后 啥事都没有 然后她整个人 好 又活蹦乱跳了 那我觉得你一个男孩子 哪有那么不齐事吗 你就是故意的 行行行 你说的都对 好吧 我问你 当时这些什么感觉 就她踢过来 你知道吗 直接一个横踢踢过来 就直接踢到 我的胸口的位置 我真的就直接 就在那倒上了 然后就真的特别疼 如果说 我不去医院去看一下 我觉得我心里面会不安 就属于安全考虑 我觉得我得去 就因为这个事 分手 反正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这次踢一下 我可以进医院 下一次 可能成都的医院还不行了 可能要踢进北京的医院了 所以我觉得 还有加上之前 总统的那些 很多的事情 对对对 我就觉得 你就踢出了分手了 对对对 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分手 分手只有不到半个月 他跟别的女孩在一起了 不是分手了吗 不是 但关键是分手 才半个月呀 你就找了别的女孩子 那说明你们俩之前 肯定就是有鬼的呀 我可以在这儿 给你发誓 给你保证 我从来没有做过 对不起你的事情 好吗 那谁知道呢 行了 他就这样瞒不讲理 不是 怎么就分了15天 就有了新女朋友 这个不由得 让人浮想连天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 很不一样 就他真的太暴躁了 太作了 而他就很好 就很温柔 很体贴 所以我就觉得挺独特的 然后就想着 可以和他在一起 那后来 你们俩怎么又在一起的呀 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嘛 心里面 其实还是一直有他的 虽然说我们俩吵吵闹闹的 然后我知道他分手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也挺多的 然后我就去 又找了个理由和借口 重新去跟他联系上了 就是他跟他起源女 分手之后嘛 就是你跟那个 温柔的女孩分手了 是因为太温柔了 所以分手吗 不 后来我发现 其实他是装的 也是这么暴躁的哈 差不多 你发现你奇怪不奇怪 你招的全是这么暴躁的 这是为什么呢 孩子 我也不知道 那我明白了 等于他们分开之后 这个惦记的又回来了 是吧 他跟他前九分手 两个月之后 我又去找理由和借口 跟他联系上了 然后我们这样一来二往 然后我们两个就又在一起了 你那时候怎么敢接受呢 你胸口不疼啊 我觉得还是对他有感情吧 然后就 对 就复合了 复合之后 怎么就到这儿来了呢 说实话 我觉得他和他前女 有了很多事情 在我心里面 真的就是 扎在我心里面的一根凸 我觉得拔不出来 然后就是 去年的时候 他过生日嘛 是他二十二岁的生日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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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